今天精彩味道要为您介绍的是一道夏日清凉小菜 青椒皮蛋 滑溜溜的皮蛋带着那微辣的青椒香味 是不是想想就流口水了呢 一起去看看怎么做吧 看精彩一场味道 大家好 这里是精彩味道 我是主持人甜甜 那今天我们精彩味道的脚步呢 是走到了维芳市汇豪国际大酒店 那今天来到我们精彩味道的嘉宾 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 来自惠豪国际大酒店的餐饮部经理 兼行政总厨潘春盛 潘师傅好 你好大家好 那今天潘师傅来到我们精彩味道 可以说又给我们带来美食了 今天教大家伙做一道什么样的菜呢 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 枣椒皮蛋 皮蛋 对 这个是 但是潘师傅我发现您拿了一些这个胡萝卜的辣椒 还有这个是青椒吧 青椒 您也把它烤糊了 那您拿上来它做什么呢 这个呢就是一个是青椒 再一个呢是大葱 还有这个辣椒 对啊 但是这辣椒已经糊了 是不是不能用了呀 这个呢是用炭火把它烤了一下 哦 这个 这个辣椒还不是炸糊的 对 是烤的 烤糊的 用木炭烤的 嗯 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看一下这个皮蛋 哎 这皮蛋上还有花 皮蛋我们俗称叫松花蛋 嗯 还挺好看的 而且这个头上这个部分呢 而且还有点这种精英剔透的感觉 对 那它是什么样的这个皮蛋特别好呢 如果我们选择皮蛋的时候啊 嗯 打开以后啊 一是看这个里面的松花比较明显 分布比较均匀这个 这个上面是松花 对松花 所以为什么这个这个蛋的来历呢 就是因为有松花 嗯 它腌制好以后上面有松花 所以叫松花蛋 嗯 我们在那个 打开以后啊 看到里面的松花比较均匀 嗯 特别是你这个松花蛋 对着灯光看的时候 比较均匀剔透 在这个呢 松花蛋 松花蛋呢 就是质量比较好的一种 比较均匀剔透的 哎 鉴别 鉴别完毕 这个是好的 对 然后呢 如果看到这个松花蛋 它要打开以后啊 发 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颜色花污 嗯 就不特亮这种 嗯 这一呢 是这个腌制的时间 那个比较短 再一个呢 这个 这个 雅蛋 跟时间比较长的 这时候出现这种状况 嗯 然后呢 我给大家做一下这个 倒椒皮蛋 对 那这个皮蛋 是直接把它切成两半吗 对 切成小块 切成小丁 对 把皮蛋呢 切开 然后呢 把它切成小块 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小窍门啊 就说切这个皮蛋的时候 如果拿刀 就是加热焉的 加热熊 就像是固的 今天 大家拿刀 那里 我来说 漏花蛋 哈 那里 没有 简直到 山态 我找刀 我看 floom 就像是一样 非常浓重的 我改变 那里 那里 炸好的辣椒的 这三个倒在一块儿 哎呦您这想法挺独特的 把它三个给倒在一块儿 然后放这个东西呢 有个顺序 要先放这个烤好的干辣椒 嗯 先把这个倒一下 嗯 还是我觉得倒的这个辣椒 尤其是用碳火烤过的 这个味道应该不一样 对 而且吃起来不怕 它有一种担心这个碳火这种 有一些 这个碳的材料在上面吗 这个是用那个木炭烤的 嗯 也就避免了这样的麻烦了 这样呢烤好辣椒已经倒好了 嗯 然后我们下路这个烤好的青椒 和大葱 这个也能捣碎吗 对 因为我们这个用这个碳火啊 把这个葱和这个青椒已经烤熟了 烤熟了 但是我觉得 它中间还是有一些东西连着的 应该不容易 但是我们这个已经烤的烂烂的 嗯 还别说 还真碎了 这样呢 辣椒呢 基本上你倒好了 嗯 那潘师傅 咱们今天 你看这个蒜旧啊 里边倒的这些东西 为什么要用火烤的呢 因为这个用火烤的这个辣椒 和用这个油炸的 对啊 它的口味不一样 嗯 哎 这个呢 这个香味啊 它有一种 这个 类似于这个 我们烧烤啊 烤辣椒啊 但是它的香味比较浓郁 但是呢 这个我们用这个 过油的这个辣椒 包括这个大葱啊 相对于说呢 它的油会多一点 吃起来比较腻 可能那个吃起来比较油腻 这个吃起来比较清香 纯香一些 它这个呢 烤辣椒呢 它这个干香啊 和我们油炸辣椒 绝对不一个概念 嗯 这样呢 我这个辣椒倒好了 我们把这个皮蛋呢 把它拌一下 就可以看到这个 葱呢 已经 碎的不像样了 这个制作的时候呢 里面就是加一点盐 你们这青椒皮蛋是不是要 需要放醋啊 这个不用放醋 这个不用 哎 来点芝麻 来点芝麻 增加它的干香 把我们倒好的青椒和皮蛋 嗯 拌均匀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对 哎 其实看起来这道菜的做法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好那咱们这个青椒皮蛋就可以说 非常成功的完成了 快是我来尝一下它的味道 开盐 来尝一下这个刚刚从这个蒜就里倒出来的这个蒜 和这个青椒是用碳火烤过的 是用木炭 这个味道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 嗯 你还别说还挺辣的 但是没有一丁点的这个 特别油腻的感觉 对 特别醇香 而且呢 吃起来也是 觉得这个 这道菜呢 它的 独特之处 应该就在这个 碳火的去烤制这个 青椒 还有这个 这个辣椒的这个 这个制作的方法上了 其实这道菜呢 其实可以说是看起来 极好看又好吃的一道青椒皮蛋 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 明天见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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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